倒數十秒 在副市長李四川市議員秦慧珠 松山區區長鄭朝元等多位貴賓倒數聲中 水舞嘉年華新曲目在地文化正式展演 七彩燈光與光雕搭配華麗的水舞及輕快的音樂 讓現場觀眾看得目不轉睛 也成為2024西口文化節活動的壓軸亮點 副市長李四川表示 過去基隆河污水節流工程 讓河川變乾淨才能舉辦清水活動 去年我回來台北市 當初在台北市待了25年 那頭一次來拜會我們李主民李長 他就告訴我說 你在新北碧壇有水舞 為什麼在台北市我們不能有水舞 所以一年好像沒有一年啦 我們也創造了啦 所以在這裡我們真的很高興 今天當然我們的水舞在我們的洗口文化節能夠來這個產覽 也讓提供給所有的鄉親 能夠來欣賞 大家應該會發覺我記得我在蓋內湖污水場的時候 頭一次91年這個到衛工處當處長 那時候那一年要辦在大家段 辦這個榮桌競賽 但是因為污水沒有節流 所以整個基隆河大概臭味很臭 我就在92年把所有我們台北市所有污水 我也要跟各位相近報告 我們台北市的污水80%全部都是流到基隆河 20%流到淡水河 新北市80%流到淡水河 20%流到基隆河 所以我們把基隆河節流起來以後 現在今年你看如此 可以來這麼多的鳥 就代表我們基隆河的水質已經變得相當的好 這個也是我們這幾年的努力 我也要感謝包括我們所有的集出的努力 也要謝謝議會給我們很多的支持 今天是我們喜口文化節開幕 第17年來的這個喜口文化節呢 深受地方上大家的重視跟喜愛 那今年呢我們是用這個水舞來做表演 水舞的部分是我們觀傳局所主辦的 其實水利局也有參與 而且我那時候說實在話 我們在審預算的時候沒有看到水舞這筆預算 所以我就很好奇 我就問這個觀傳局 我說你們今年預算多少錢 他說呢是用水利局的錢 然後觀傳局辦的這個開幕式 那今年事辦 等於是第一次辦 明年就會編預算 所以我覺得說明年應該我們可以給更多的支持 相信呢議會如果今年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情況辦得好的話 明年會支持更多的預算 那明年的這個水舞文化節呢可能就會更好看 讓我們這個水舞的表演一年比一年呢 更盛大更熱鬧 也成為我們台北市未來標誌性的活動之一 采給你 除了精采的水舞加年華 在溪口碼頭採紅橋畔 還有新世紀文化藝術團 以及台灣新動力舞團帶來精采的表演 现场更设置了许多特色摊位 吸引民众西家带卷 漫步基隆河畔 享受美好的假日时光 今天非常高兴 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喜口文化节 那我们喜口文化节 其实从2007年开始 今年是进入第18个年头 那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 陪着我们走过18个年头 那当然也要非常感谢持有工 因为我们每年的活动 都是持有工来赞助我们一些经费 那我们才能让活动可以一年比一年盛大 所以今年喜口文化节搭在水舞 我们就人更多 然后更热闹 那真的非常感动 因为下午我们四点活动就开始 那我们有安排了一些原住民 新住民 以及一些儿童剧团的表演 那太阳蛮大的 那时候大家还很热情 都坐得满满的 那真的非常感动 那我们今天也安排了一些那个 一些摊位 那跟民众互动 那有郁达桑子的这个人体彩绘 还有我们那个 设大的一个捐印的活动 松山区公所期盼借由喜口文化节 为2024台北水舞嘉年华新曲目 拉开序幕 5月1号开幕后 好评不断的水舞秀 将为期至6月3时结束 活动期间每天晚上7点到9点 每半小时眨眼一场 每场时间长度为5分钟 民众除了观赏水舞 也可以先到松山池友宫参拜 或到饶和夜市品尝美食 来一趟充满深光详宴 与在地特色的精彩之旅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